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顾总 我是方舟的何明博 您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告诉我 谢谢 顾总 你这边请 江许是怎么认识顾许的 顾许为什么会带他来 我也不知道 魏总 这位是智商时代的胡总编 你好 你好 胡总编约了好几次想要专访您 今天总算是成型了 那这样 您二位先聊 顾总 顾总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一鸣 顾总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顾总 你好 我呀是威力公司的 希望以后能够合作 我是IT的胡总编 待会儿啊 我还得采访您一下呢 好的 好的 今天这个酒会 表面上是为了庆祝 磐石和方舟达成了合作 但更是魏总即将容生 VP的庆祝会 这个顾许倒好啊 硬生生地把主角搞成了来衬 真的 佳怡 江喜今天这条裙子 怎么跟你这条这么像啊 我记得你那会儿试穿的时候 那个官官说 这个是高定 国内就这一条 那他从哪搞来这么一件啊 鬼知道是什么关系呢 找了件高定套在身上 就真把自己当个正宫娘娘了 摆什么位置 哪里是一件衣服说了算的 真是有趣 你不会以为我在说你吧 我说得江喜 恭喜啊 魏总 虽然早就知道 公司VP的位置非魏总莫属 不过今天一早正式任命下来了 心里还是想着 要正式地跟魏总道一声 恭喜啊 陈志 你们技术部 以后得多多支持我们传品部 惭愧啊 这次要不是我们技术部掉了链子 公司也不用花大价钱 跟磐石买技术 还是魏总厉害 不仅谈成了合作 现在又人生VP 真是双喜临门啊 我看今天几乎所有行业媒体的 头版头条 都是方舟和磐石合作的新闻 对了 这是我们技术部新的文案 魏总晚上有没有空啊 要不我们坐下来聊 没空 那个给你点你最爱的拿铁 然后今天我请客 谢谢啊 好 江喜 关于磐石买的需求调研 什么时候能够结论 我 我还有两周 两周就可以给到呢 不 不是这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那个项目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也挺闲的 跟磐石的合作 毕竟是单方舟的大项目 需要足够的人力支撑 咱们部门的其他小伙伴呢 也都想给你搭把手 你看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 你随时跟我们说 以后有什么需要忙的 尽管找我们就行 对啊 对啊 我们可以帮你 我这个人吧 脾气不太好 但我对事不对人 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 忙吧 我根据我们做些什么 我给你了 做些什么 这么迟到了 今天有点事 路上塞车 对 把这个也签了 这要签吗 当然了 迟到了肯定是要签的呀 好 谢谢啊 好了啊 怎么来这么快 我有事 亚凡那边找你啊 进来 魏总 您找我 坐 坐就不必了 我外面还有一堆事呢 没想到你跟顾许还挺熟的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江喜我就欣赏你这一点 脑子清爽 凡事都拎得清楚 顾许是什么人 以她的阅历和地位 不可能跟你来真的 无非就看上了你的美貌 逢场做戏而已 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豪门太太梦 太不切实际了 我有个提议给你 趁热打铁 捞点实际的 魏总 不知道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项目 磕不下来 你正好利用这种关系 让她用人情推进一下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 说到底 我还是为公司好的 合作成功了 业绩算你的 我会用VP的权力 火速地提升你一个高级精力 这样我们两个人 又能像以前一样 并肩作战 我的孩子 我都能不能前往 我们必须要用这种 做事 我一直在想 去那边 你比你这个未平能给的 都多了吧 像这种话大 恶心事 故事一样都不会 毕竟 他靠的是实力说话 跟你不一样 你有没有搞清楚 你现在在谁的手底下做事 我凭本事吃饭 在谁手底下做事情都一样 倒是你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生了未平 我希望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 都想想清楚 因为毕竟现在整个方舟都在穿 能搞定磐石项目的人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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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姐 今天的新闻我看了啊 你穿着这件礼服 简直跟电影明星一模一样 芬姐的这件二手高定礼服 没给你丢脸吧 这件衣服相当给力 你来了 来 喝咖啡 还有咖啡喝 你们先聊着 我把衣服挂起来 芬姐 谢谢了 怎么样啊 一丝上头半头条 感觉如何 不快别笑了 跟你说过这个事啊 卫明今天证实生日未批了 以后她在这个圈子 可算是有头有脸的服务了 那恭喜她了 你别不当婚事 她越往上爬 手里的资源就越多 你到时候想顺顺当当地跟她离婚 就没那么容易了 跟她住了这么多年 我连她有多少钱也是刚刚才知道 你呀 肯定是姿态清高 你觉得提前特别俗气 要不是因为要分家 我估计你连她这辈子有多少钱 你都不知道的 她现在是VP 加上提成 奖金 还有那些客户给她的回扣 她的年收入 是相当地可观 这是我们的婚内财产 是我这些年牺牲自己的事业换来的 这也是 我们协商一致 竞细分工带来的共同成果 她赚的钱 每一分都有我的一半 反正呢 我还是那句话 该是你的 一分一毫咱们都不能让 咪咪啊 这个 VP到底是多大的领导啊 VP就相当于副成长 那你就是二把手 对 这么一解 对 对应这个级别啊 年轻会上升一个档次 对 主要是奖金会多一点 明明啊 你这次呢 是真的让我们魏家扬眉吐气 那些隔壁邻居啊 不要太羡慕我 这几天他们看我这个眼 是像兔子一样通红通红的 最有意思的是啊 我有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啊 他要给你介绍对象 我看了看照片啊 那个小姑娘才二十出头 那个脸啊 弄得像那个新鲜的水蜜桃 爸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呀 你又什么呀 人家又不知道你结婚了 果果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了回房间玩去吧 慢一点啊 林叔 我说那个 果果现在也大了 你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生个二胎 对对对 你是不是要满足一下 我们抱孙子的燕王啊 那怎么回事啊 魏明生了个VP 又是水蜜桃 又是二胎的 你们两个人开玩笑 住点分寸好不好 我听说啊 你们公司有一个风评挺差的总监 刚升职就跟老婆离婚了 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 也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后来被人辞了 林霜 我明明是干不了这种事的 我们魏家的人 那是要脸面有教养的 我也是开玩笑的 林霜 我听明明说 你也出去上班了啊 林霜 我跟你说啊 现在外边那些皮包公司 就雇佣什么实习生啊 临时工啊 你的实习器一满 他立马叫你滚蛋 妈 你得虑了 我在磐石上班 磐石好公司啊 我们公司最近跟磐石 还有合作 有出了工作上的事 你们先吃点 你们两个人说话注意点啊 我说你 今天忙了一整天 都没有时间恭喜你升职 这一路走来 我遇到很多事 好的 坏的 现在回过头想想 不过都成了一笑而过的故事 也遇到很多人 有牙丝臂抱的心机 也有雪中送他的恩情 但其实我最感激的 就是遇见你 江海 回来了 你干吗呢 有没有发现 穿上这双新鞋 你的弟弟都变帅了不少呢 我怎么看都像江家 那个不争气的傻蛋 那都是过去之了 好不好 你得用发着那眼光看人 我这双鞋可四千多买的呢 限量款 多少钱 四千 你这双鞋要四千 不是 你什么脚啊你啊 刚挣几天钱呀你啊 钱还没穿热乎呢 你就把钱拿去打水漂 某些人哪 总是觉得他的弟弟 那么地自私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挣了钱呢 必然是有那些人 有你的份的 干啥 真行 江海你 在这种美好的夜色下 看到你姐姐 是不是还缺一个 这个 江海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干吗呀 一天到晚弄这些 花里胡哨的 真钻哪 真钻 打死你 告诉我这到底什么呀 现在还是一条小手链 小意思 等以后我挣的钱 越来越多了 给你买表 买包 买房 买车行不行 就买那一栋CBD 江海 我告诉你 这就是钱的问题 咱们有钱也不能多万华 我知道这个手链 是你对姐姐的心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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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咋啦 你给妈妈买的新衣服 妈妈都收到了 你看一看 看看妈妈 穿得漂亮不漂亮 我看看 你看看 好看好看好看 显得肤色特别好 还是我儿子好啊 给我买了那么新的衣服 还一下子寄了两万块钱 给妈妈修房子 妈妈真的是没有白生你呀 你和你姐姐 买什么东西了没有 买了 给她买了一根手链 特别好看 她也特别喜欢 一直拿着呢 哎呦 我们小孩就是同事会做人 你姐姐呀 最近肯定忙得很 你没事就不要打扰她了 晓得不 晓得 电话就不多说了 马上就要见面了 好 我挂了 拜拜啊 我帮你吧 不用 没事 我来 真不用 我自己可以 你去盘石工作 怎么也没跟我说一声 你也没问我呀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咱俩在方舟 我说有朝一日 我要当VP 记得 你的梦想 我不是帮你实现了吗 在盘石工作 遇到困难了告诉我 不用 工作上的事 还是靠自己 心里比较踏实 你别把工作想那么简单 你在家里待久了 去工作主要是换个心情 怎么了 你不会是担心 有朝一日被我反超了吧 五万 你这才刚上了两个月的吧 你一普通的销售 你怎么能赚这么多钱呢 普通人肯定这么少这么多啊 但你弟弟我是普通人吧 我是普通人吧 我两个月月月月拿销罐 我现在是我们公司 提成最多的人 现在是五万 不多 以后十万二十万三十万 那你跟我说说 你一个月租多少套房出去 提成是多少呀 不是 那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你这个人让我很难懂啊 你说我之前窝在家里 我没工作的时候 你骂骂我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现在我出息了 我挣钱了 我给你买东西了 你还怀疑我呢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 就应该一直窝在家里啊 是个窝囊废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关心你 我不需要你关心 好吧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管 你也管好你自己 出了什么事我自己担着啊 那管都管心 管管管管管 看应该怎么看 慢慢看 你怎么回事 你想它回事 再找到你 爸爸 考虑到上个季度的实际情况 比本季度开市的预期存在落差 本季度的数字规划 做了一些调整 更加合理化 我们在线索挖掘 商机储备 得担转换几个环节 都做了细致的规划调整 好 我先去看一下 我想 修副版的天堂电影院 正好电影节又特别少你 总共只有两场 我订了闹钟 好不容易才抢到的 我记得你在普林斯顿球学时 排了大半天的队 都没抢到票呢 那天印象特别深刻 我还记得是个下雨天 其实我已经算好了 这个剩余票数 还有排队的人数 应该刚好买到票 结果突然来了 两个特别没素质的老伴 非要查队 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回来警察都来了 这次一起去吧 正好缅怀一下 逝去的轻松岁月 周末看电影的夫妻 我就没有了 我还得加班加点的工作 要给房东他们交货呢 要不然这样吧 你把票留下吧 我突然想起来 在我们邻居那两口子 人特别好 经常接济我 给我送好吃的 我就把这票送给他们吧 也算是了表嫌疑了 不好意思 此票千金难求 既然你不想去 那我就邀请别人 也轮不到你拿去 做什么顺水人情 至于吗 不就两人订个票吗 小姐 她上大学的时候脑子就那么清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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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顾许 高智商的代价难道就是低情商吗 她不是低情商 她是那种活生生地 把自己活成我们极客专业的传奇 武侠小说里面那种 是格局的世外高人你知道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大家集体去外地参加一个比赛 让辅导员呢 安排顾许跟我一个车 想着她能帮我提提行李什么的 然后那站台的那个电梯还坏了 我说真的是扛不上去了 到这个时候 我们顾打仙姗姗来迟 我想她怎么着也能帮我一把 结果她说出了一句 我至今难闻的话 什么 她说 不用力啊 这个我深有体会 有次邀请她来过生日 她提醒我不要买蛋糕 她会准备 结果生日当天她人来了 跟我吐槽 老外的生日蛋糕太难吃 于是给我带了三个肉夹馍 我二十四岁的生日蜡烛 是插在肉夹馍上的 你说这真的太符合她认识了 她真是一点都没有开过窍嘛 不是说在感情方面啊 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都有点怀疑 她是不是对你是不感兴趣 来来来来 听我说一句吧 来来来来 再次庆祝 我们即刻专业 获得这次创客黑马大赛团队礼 проис 火太创客了 子净铃双 敬铃双 双双 工程 敬了 敬请大家 离开来 感兴的 来尼청小孩 真就不但 我们金一下 我们第二比了 来 不许 咱俩都没有互补 喝不了酒 我酒精过了 不行啊 不许你喝 你喝 我喝你喝 你这样 你这样 你要是大喊三声说 我是第二就不喝了 好吗 来 不许说我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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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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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不到酒 喝了 还说 都不许说 不许说是第二 不许说是第二 别再玩了 你不要在意啊 你下次你还是第二 我怕 都不许说是 你不要再玩了 我怕 我怕 你不要再玩了 我今天不许答啊 我是你老板 对不起 下班了 三倍酬金再加额外打赏 上车 这两天我收到了N条信息 都是问我什么时候 多了个漂亮女朋友的 看你抽得搜主意 害得我平白无辜人非议 没事 你恋爱绝缘体 不怕的 其实我女人缘挺好的 事也有成嘛 女人缘当然好了 这可惜啊 这些女孩很快就看情侣 她的真面目 我什么真面目 你不记得了 上大学那会儿 有一次我喝醉了 你送我回酒店 结果在酒店的那个浴缸里 守了我一夜 雨 林芳交给你啊 你的人品我们相信 再见 不是 宋沙都已经锁门了 我带她去哪儿啊 好 原来 喝点吧 不喝了 谢谢 茹地 明天就好了 垃圾桶放在这里啊 你要吐就吐在这里 不要 我 你先走了 你要干什么 门 门 我给你开锁了 门 不行 赶紧睡觉 你老老实实在这儿睡觉 可以 你要干什么 干吗 你要干吗 干吗 干吗 亲爱的 你先 你下来 小心 今天晚上这就是你的家 老老实实睡觉 你叫起来就好了 许晗哥 你不要见谁了 我的肚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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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选择他们知道了 土豹你 说你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大仙 刀枪不入的母胎单身 停车 生气了 至于吧 这大一同学不都这么说你吗 说你对女孩没什么兴趣 就爱学习 停车 好好好 停 停 什么毛病 更天气提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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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窗口在整张图片上 一定能够长 然后就行 不好意思 魏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我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没关系 莉莉啊 对不起 魏总 我给你擦一下 擦一下 我给你擦一下 魏明博 这怎么开不了机了呢 我正好要去换屏 你把魏总的手机给我吧 我去 选了你跑一趟 那 那太好了 我正好盒头还没改完 那谢谢你 放心吧 那我出马了 嗯 没事 来 谢谢 他手机的密码 我是知道的 他会实时地删除 微信的记录 就算你知道 他手机的密码 也很难找到 有价值的信息 苹果手机有一个功能 他最近删除的 短线图片 录音 都会保存在一个 最近删除的文件夹里 他的手机密码 我也是知道的 可以备份他的云端信息 可以啊 你跟你说 我之前给你拿去修的魏总的手机啊 给 你吓死我了你 吓了 别客气 我要找我的女婿 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钱 谢谢啊 你就让我进去嘛 阿姨 你有什么事啊 好的 我找我的女婿 阿姨 您说你女婿是大老板 那她叫什么名字 您总该知道吧 她叫 我也不知道啊 您连您女婿叫什么 您都不知道啊 阿姨 我们这儿是大公司 您过来找谁干什么 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登记的 她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够进来的 说谁随便呢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芳芳 这份资料麻烦你 帮我送到记事部 好 谢谢 你们听说了吗 我在楼下看见什么事 你老太太跟别人吵架 跟在菜市场似的 说什么 方舟的大老板是她女婿 这是我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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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一看 这是我的女婿啊 这是我的女婿 这是我的女婿 我的女婿 这不是顾总吗 这个是我女儿 江喜 我女儿 我女儿 明博 刚才你看见了吗 老太太 在那儿跟别人吵架 我 我看见了 我刚跟魏总上来来 说是还吵着呢 说什么老板 什么女婿 你们先聊着 我先下去一趟 拜拜 拜拜 我先下去一趟 你们先聊 你说这人 江喜 姐 喜而命好 这就算是找上个好男人 也不枉费 我把她生得盘量调顺 新闻上那几张照片 好多情你都给我转发了 那喜儿也真是的 这个天大的好事情 在妈妈面前也不讲 妈 妈 就一张工作照呢 能说明什么呢 太不严谨了 不过也像 像你的做事风格 你个小孩子 你懂个啥呀 你姐姐嫁得好 我们都跟她享福 您要是为了这件事情 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我一一没有男朋友 第二我根本就不想结婚 你乱说什么呀 什么叫不想结婚 明年就三十岁喽 这个年纪在我们那儿 孩子都上小学了 你就是一天到晚 心里没住 我告诉你啊 你就知道天天在外边那 我这次就是要看你 把这婚结了 行了 我七八点 行李 你给我收拾一下 姐 我真的我发誓 我不知道妈妈要来 我要是知道她提前要来的话 我肯定不会让她来的 如果我骗你的话 我喜欢的女孩都不喜欢我 姐 行李你收拾 我加班去了 你别走啊 我一个人我妈妈 大火力太多了 我受不了的 姐 真的你再陪我一会儿 妈妈 你陪我一会儿呢 我真的受不了了 姐 叫她收拾行李她还跑得快 她加班她忙得很 你不是也要去加班吗 赶紧加班呢 走 你呀要勤快些 升职才能升得快 钱才能赚得多知道不 好喽知道了 走了啊 谁呀谁呀 阿姨您好您好 我是明博江喜的同事 是我们在方舟见过的 今天的事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那个我加您一下微信吧 阿姨 保安说向您道歉 红包里的钱呢 算是医疗费 您要是不累的话 我明天可以早一点下班 开车带您四处转转 出门剪裁 这是好兆头啊 阿姨 这就是你的车呀 这 这是我的车 咱这车好啊 节能 防导 坐着还凉快呢 还不用等车位 来 给您戴一个安全帽 安全第一啊 好 来了 江喜 我朋友 来帮出出主意 嗨 怎么样 进展得还顺利吗 我们获得了关于 魏明和林霜 共有财产的相关证据 还有给她个人民购买的 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 都能够证实 是俩人婚后的共有财产 司翼 我还恢复了 魏明手机删除的数据 她在这一年里 频繁大额转账 总数大概有六百多万吧 大额频繁曲线 是转移婚内财产的 官用操作 难点在于 我们无法追溯 现款的去向 对方一颁回提示成 这笔钱已经花掉了 针对目前的情况 我们的策略有两点 第一 尽快锁定对方 婚内出轨的证据 这是让法官拙情判定 对方可以少分财产 并获得抚养出的理由 第二 尽快找到这几笔 大额取权的去处 这不仅能够切实 保护你的个人利益 也能确认对方 有非法转移 婚内财产的行为 阿姨 我看这景色还挺好的 给你拍的照 留个念吧 好 在这儿 小心啊 慢点下啊 把眼镜给你戴上 好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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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一点 再高一点点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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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明波 快 把这小鸭子给我拍进去 好好好 开心一点 三 二 一 耶 待会儿咱们到船上之后 能看到那亭子 咱们再拍几张 真的还开心吗 开心吧 试一试啊 试一试 试一试 好 喜欢吗 我觉得太绿了 找一个别的颜色的 可以吗 这个好 红色也有点太艳了 新款 新款 对 今天刚到的 谢谢 好好好 好看呀 记好这个 帮帮我开个单子 好 请慢用 谢谢 阿姨 您先喝点热水 暖和暖和啊 哎呀 我跟张喜那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她妈就是我妈 您千万别跟我客气 客气我肯定不会客气的 不过 这个妈 你可不要落海哦 弄不好要误会咯 哎呀 我那个女儿啊 别的女儿啊 有点没有 就是长得好看 我从小就跟喜儿说 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地 把自己给嫁出去喽 一定要找个对她好的 最关键呢 是要有实力的男人 我觉得吧 这两个人在一块儿 最重要的事情 那还是感情好 感情有什么用 我就知道 凭见夫妻百事哀 当初 我跟着她那个穷鬼加色鬼的爹 吃了多少苦 我一个人 一把屎一把尿巴 血儿拉车大 我吐什么呀 我不就是吐她长大了以后 长个好男人 好让我享福吗 好 明君 明 明博 那个 明博 你现在在公司 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在江州买没买房子呢 阿姨 我 我现在在公司呢 是部门主管 薪资 薪资一般 然后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村人 还在老家生活 房子 现在正在努力地赚钱买 听说你特意抽空 带我妈出去玩了一天 谢谢你啊 没什么大事 你不用那么可惜 既然你也见识过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应该知道 她不是你们都死了的 其实我觉得阿姨 说得也挺有道理的 现在的我 确实还远远陪不上你 但我会努力 我只是需要时间 为总之前许诺我 只要要凡这个项目完成好 就给我生经历 这个项目 我一定拼尽全力 把她做得漂漂亮亮的 我一定拼尽全力 好 走 走 方舟前段时间 是借连丢了几个大客户 但客户又不是你弄丢的 凭什么让你找回来 还就给了一个月的时间 我刚刚上任 董事会想看一下我的能力 有无可厚非吗 是我爸的意思吧 这不是展现能力 是故意刁难 是滥用职权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 是谁的意思不重要 这几个客户资料 你赶紧整理一下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开会研究一下 我说了很多次了 这个东西你就下午送过来 好吗 我 上次也要再来 好 谢谢啊 下午送过来 给你买咖啡 放你桌上了啊 谢谢 没事 送过来 丁月 合同买一下 好嘞 丁月 例会的内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去吧 嗯 明博 明博 来一下 怎么了 我听说 魏总让安安和你 同时负责了 亚凡科技的项目 对啊 魏总说了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这个项目不是你抬来的吗 要让这个安安 捡的个大便宜啊 这 这没什么办 这个项目我本来也需要帮手 她也是自己人 又是个女生 我觉得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 这个项目 安安是组长 你是副手 那到头来 那功劳不全是人家安安的 估计是魏总想给安安升职 借着亚凡科技做出点业绩来 你真是太傻了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喜儿啊 我呀就是看着你这个人还不错 就跟你多说几句 您 您说 您说 喜儿 是要带着我跟她弟弟 过好日子的 你最好离喜儿远一些 像你这样的人 会把她把我们全家都拖累死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不听了 我走了啊 怎么了 这么晚 我 我有事 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看要不这样 明天中午 我们约一个午饭如何 好 那我等你消息 再见 进来 我找到突破口了 方舟刘氏的那几个客户 基本都是一个圈子里 玩得好的朋友 刚好信达职业的千金米娅 跟我从小就是闺蜜 而且米娅和那几个 家族企业的子女 平时也都玩在一起 她说愿意为我引荐 家姨 你能帮我 我很感激 但是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不希望把私人关系 带到工作中来 还有 我真的不想用你的资源来帮我